一起吃饭吧 女神经驱车到长洲 带你去探寻特色美食了 今天这家店可是一家走心的餐厅 真的每一处都有设计 帮帮喝汤都够了 自音壮扬 你懂的 女神经还要为你讲述一段浪漫的车站邂逅 你每天早上都是准18点来这里坐车吗 是啊 你这也是吗 一切精彩竟在今晚18点28 一起吃饭吧 小伙伴们 女神经驱车来到长洲带你去探寻长洲的特色美食了 今天来的日牙店和过远处的恐龙园一样梦幻 融合了本地崩溃的菜品 也是一大招牌 我们快跟着李津你到吃饭吧 请一起吃饭吧 今天我带你来到的是长洲 其实长洲离杭州也不很远 开了一下车马上就到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 因为这边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静岭北路399号 叫麦和清月餐厅 这里呢 你看看你先看一看下 他们家真的很有吊吊 我进来会发现 哇塞 这设计上真的好用心啊 真的每一处都有设计 而且还有一个小火车 你看到绕了整个房子 嘟嘟嘟嘟嘟嘟嘟 就是我觉得女生会特别喜欢 这种很有情怀的餐厅 好首先我们要吃一道这个长洲人啊 早上一般来说都会吃的这个叫 龙城豆腐羹 哇 但是龙城飞降在下一句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说 从此冰王不早朝 我这样说 清你在想什么呢 我会觉得好一点好不好 不叫狐马杜鹰山 因为呢 他们这个我一看看 就觉得特别有食欲 为什么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豆腐羹 可是里面的东西就好多好多 你看 炸得焦焦的这种油条一样 然后这是他们的豆渣饼 然后还有这个是鸭血丝 还有这个豆腐丝 如果说你要喜欢吃辣的话 你也可以像吃那种豆花一样 可以放一些大菜啊 辣酱 把它和一和 这样吃起来肯定更过瘾 好好吃 而且 因为你知道嘴里 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什么感觉 都很滑进去了 但是就是很香 不是一般的这种豆腐 跟能够比的 这个我常常推荐你来吃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鸡 叫什么鸡呢 竹鸡 不是在竹林里玩耍的鸡哦 而且它是一种品种啊 这个鸡呢就是小小的 长得很像一只鸟 而且呢就是个头也不大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布鸡 却有一只半的鸡哦 但是它的肉质却是非常的鲜 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非常高 尤其是对这种气质比较虚啊 皮比较虚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就比较好 嗯 嗯 很嫩 而且它相反很特别 它是先把这个鸡腌制了以后啊 然后再放到锅里去炸 炸完以后面呢 外面再皮上一层 就有点像焦糖的这种感觉 所以有点甜甜的 然后脆脆的 加上它还有这个鸡灰 而且还有茶香 这好吃 真的好嫩哦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呢 还有猪肝 基本上唐州家家户户户 会吃这种类型的这种猪肝 这个猪肝呢 它是拿酒腌制的 就是花雕酒 要腌制个一两天 然后呢 把它整个的味道 就完全融入进去以后 然后呢 再做成这个猪肝 我尝一下哦 嗯 酒味 但是你不会反感这种酒味 你会觉得哇 这个酒好香 然后呢 还有点醋 酸酸的甜甜的 香油也很香 我觉得这个谁当小吃 很好吃 我们再看看这个菜 这个菜呢 当然是大菜了 在杭州你肯定会知道 那个天目湖嘛 天目湖大鱼头 这个呢也就是 用天目湖的鱼头做的 那它不一样的做法就是 它是先把这个鱼 再给它红烧过 红烧了以后呢 然后再放些猪蹄 其实呢 我们看到很多菜里面 都会加猪蹄 其实也是为女生浪 胶原蛋白要满满的 哇 然后鱼头呢它里面有 胶原蛋白 加上这个猪蹄的蛋白 混在一起的话 吃起来不腻 而且对皮肤会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 啊 哇好鲜 光喝喝汤都够了 还有呢 他们家的这个鱼头 跟一般的不一样呢 是因为是特别富有 糖粥特色 这个叫肉夹饼 只有就是糖粥这里才有 你看圆圆的 像不像一个小围棋 到嘴巴里好像 也就化掉了 就感觉挺特别的吧 平常没有吃过 可是作为一大锅呢 就是做起来也是比较费食 但是呢又很有特色 所以你要来吃的话 一定要提前预定 哇 这边呢也是长洲特色 这个是叫糞菇 在杭州可能吃到的不多 但是呢在长洲的话 这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这个吃了 对于男性来说 对于女性来说 对于女性来说 知音壮扬 你懂的 之前有点像山椒 又有点像土豆 有点点微苦 但是还好吧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 原来说还不错 蛮清爽的 这道菜呢也是他们家店的特色 有很多人会来点的 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 它无非就是一些 什么杏鲍菇啊 鸡腿菇啊 还有再加上虾 还有黑鱼的鱼片 然后还有黑木耳 最后合着面疙瘩 关键呢还是这个白白的 奶白的鱼汤 这个呢就是核心部分 前面的话是吃它的那个新鲜啊 但这个吃起来就很弱味 哎呀想起来上一次啊 我喝这个鱼汤的时候 喝完了以后 没想到一出门 邂逅了一个大帅哥 想起来都美美的 那天在等公交车的时候 我遇见了一个女孩 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和柔顺的披肩发 我见到她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她 第二天还是那个站台 我又遇见了她 那0.01秒的对视 在我心中激起了无数的浪花 第三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送了她一杯豆浆 啊不用了 谢谢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故事 可能就要由此开始了 就这样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个快乐的早晨 终于有一天早晨 她主动跟我说话 你每天早上都是准十八点 来这里坐车吗 是啊 你不也是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那天 她和我说完话之后 就再也没人见过她 山炮 还在这等呢 人家现在每天早上 七点半就走了 我说你啊 你真是 你也不杂朋友 照照你自己 咋ше 嘴 zwee 大山炮一个 哈哈2018 明天离境要带你去吃抄鲜妹的苏北菜 我们明天见 好